腦癌這種病 它應該是說癌症中 蠻痛苦的 因為大腦是控制所有身上功能的 但是你們基本上 我覺得老天爺 給腦癌的患者 要離開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尊嚴 它是讓他很安詳的 就是可以睡覺 沒有痛苦的離開 對 比較不像其他癌症 可能痛到要打麻痺 這一類的問題 他可能都沒有 而且也令我很幸福 他真的 他生了這個那麼大的病 可是他在做化療 或釣法期間 他真的很棒 他化療期間沒有任何 任何一點點的不舒服 他甚至化療了完 還可以在龍種的 一龍咖啡店吃義大利麵 他真的很勇敢 然後他也 對他癌細胞的精神 也覺得很好 對 只是他 太漂亮 然後 喜歡自己帥帥的 所以他生病之後 就比較不喜歡 他憔悴的一面 被大家看到 所以他就等於說 他不希望說 好像 因為第二次他開照之後 是不是好像 有做輪椅啊 拿拐杖 就比較不藏出來 給大家看到 昨天等來我們跟醫生開會的時候 醫生是跟我講說 也許還有機會剩三個月 那我當然想說可以剩三個月 我們的照片 其實在照顧他過程當中 我們的睡眠也都不太夠 因為真的 時間也都沒有多少時間 那我就沒有空去整理照片 那當然就是 如果你們還記得 李鴻常常上節目的話 這個 他先生身上穿這個背心 有沒有 這是他最喜歡的 他很蠻喜歡 就穿這個背心 上節目 然後很輕鬆的畫面 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說 我覺得 李鴻現在這種 這個 這一款 他應該會很喜歡 而且他很喜歡希臘圓 因為希臘圓圓 是我們 墮蜜月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他一直說 還想要再回去一次 你知道 就是說 葉立宏 本來他過去就是不喜歡 他喜歡創新 你看他 他學媒體 他年紀五十幾 他所有的那個 3C產品他都很棒 然後自己會寫層次 然後自己會修電腦 什麼都會 那他做每一樣 他都喜歡創新 不一樣的 然後 我覺得 這種 這種方式 送他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很好的 因為 喝咖啡是他的最愛 以前 每次收視率很好的時候 長官就會請他喝咖啡 所以他 我覺得喝咖啡 對他來講 他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對他的 對他的記憶 這樣子